我想起有一次在一個茶館 然後我就被我聽到 你知道嗎 我真的差點真的覺得 我好像跟時代脫節這樣 她說 你 妳在問妳 對 就是演員分隔得很 那一箭要不要回答 我要想一下我跟多少男人 沒有 不要硬聊 沒有就沒有 不要硬聊 不是 我跟你講 你知道他們接下來 第二句怎麼樣嗎 她說從什麼開始 什麼時候開始算 她說那不然我們 25歲以後開始算好了 25歲以前不算 25歲以後算了 那個數字也都夠嚇人了 可是她可以比說 我跟多少男人上過床 驕傲耶 怎麼辦 你們會這樣男生會比嗎 男生當然一定要比的 男生當然會比 到後來都變吹牛啦 就說妳跟幾個女生嘛 這個講五個 人家講八個 她講十個 人家講十五個 就像妳見到背後的鬼一樣就對了 對… OK 好 台灣人比什麼事情很奇怪 請看VCR 台灣人有哪些莫名其妙的比較 聽聽QOL怎麼說 我感覺在台灣 比較多人喜歡比第一次 因為我生小孩時候 人生比較多媽媽 他們喜歡問我這樣子的東西 妳的小孩子什麼時候開始走路 妳的小孩子什麼時候開始講話 然後真的很動人問我這個問題 我覺得有點怪怪 為什麼喜歡比 會不會給自己太大的壓力吧 我覺得B第一次超可怕 來到台灣 女生朋友一起吃飯聊天 豬然會說 第一次幾歲 而且跟男友第一次在哪個位置 有人說在學校 三騎台 有人說在學校 後山的草叢 我每次聽到這種話題 都會馬上安靜 實在太尷尬了啦 根據調查 多數QOL投給的B 比第一次 得票比例74% 你覺得正常嗎 所以你的大部分都覺得 比第一次比較奇怪 選A的不正常 請噴 在台灣 你們最看不慣人家 為了利益用哪一種手段好不好 A 想辦法結交權貴 B踩著別人往上爬 A還是B 請舉牌 來 OK 好 好 奧如踩著別人往上爬 當然就是 你認為勾處爬是正常 但是你不要去害別人 然後我之前是自己在購物台 然後被找上去上那個節目 我才想說 為什麼你要找我上去 已經有兩個藝人 我之前已經有另外一個藝人了 那購物台通常都只找一個藝人 然後後來那購物台跟我說 沒有... 因為我們怕 本來找的那個藝人 他好像有比較冷調一點 比較害羞 那我們購物台本來就要一個 嘩啦 嘩啦 講話比較誇張 所以補妳一個上來 那個女藝人知道很不高興耶 妳是被邀請來的啊 對啊 可是她就覺得怎麼會又有一個人來 而且我又跟主持人互動比較多 因為我要比較誇張 那她自己又講不出這種誇張的效果 我們那一次是一個卸妝產品 在購物台的 在昂之前其實製作就有跟我們講說 你們記得今天的那個卸妝 你們自己的化妝品 不要用那種不沾染 什麼持久性 你們用普通上班族 平常的 好卸的就好了 因為這是直播喔 開昂前十分鐘 旁邊這個女藝人跟我講說 妳等一下要卸妝 妳會不會覺得妳的妝有點淡 妳補一個我的口紅 跟我一樣顏色的 稍微深一點 妳待會卸的比較有對比 妳卸妝才有效果嘛 才看得出來妳有卸 然後我自己想一想 的確啦 我為了要好卸 我可能化得比較淡一點 她就說妳就... 她就從她背 她的椅子 高腳椅後面就說 妳就擦我這一支 我就看她的確比我的紅很多 我就說好... 跟她借來擦這一支 結果賴夫一安 她給我擦的口紅卸不掉耶 是真的嗎 我完全卸不掉耶 從一個導播的特寫 然後卸... 卸到我都暈到旁邊了 一直戳 戳不掉 戳到那個主持人傻眼 妳就看那個... 對 妳就看那個導播 從妳特寫這樣卸 開始拉郎 然後最後直接跳走 然後進VCR 直接跳給別人 主持人當場的臉垮下來 很臭 我們那一檔安完 我都還沒走出去喔 我們說謝謝... 主持人已經開始罵人了 什麼...什麼化妝品 你們都沒有釘的嗎 這樣卸不掉 還有人買嗎 賣得好嗎 什麼... 我心裡就說天啊 我的這個口紅怎麼會卸不掉 那個... 同一支口紅 為什麼她都可以... 她跟我說 她就拿說 馬克筆 你怎麼會卸不掉 我也是又一樣的啊 但應該就是不一樣的 怎麼可能她卸得乾乾淨淨的 就是不一樣的嘛 所以妳祥夜懷疑她在搞妳 那一個主持人的 超不爽 我後來都沒有再上過她的... 她嗡的檔子 但我覺得這種人 其實真的是很討厭 然後... 但是他們的路真的很短 我之前也是有... 我們錄另外一個節目 有一個另外一個義大利人 他就是有一點點想要代替我的位置 有一個企劃跟我說 子龍你知道嗎 那個另外一個義大利人啊 他跟我們說 他想要就說服我們 你的故事都不是真的 然後你不是真正的義大利人 他這樣講 他說真的嗎 對啊 但是他上台的時候 他其實... 他需要提供一些資料啊 甚至一些他在義大利的 什麼好照片啊 都拿不出來 他到底是不是義大利人 所以呢我們... 我就不知道啊 但是他一直都... 他還有想說我的... 我做得不好 而且要多發他 而且他會比我便宜一點啊 哦 結果後來那個人 再上了一兩次就沒了 再也沒看到他了 我是選A啦 因為我之前認識了一個女生 圈外的女生 然後我想說 那剛好那時候我也單身 然後可以認識 好好認識一下 他問我的問題 都讓我覺得有點不舒服 因為他都... 一直問我一些 關於演藝圈的事情 比如說 你認識什麼藝人 跟誰最好啊 你是不是之前是什麼 我像團體 其他人跟你好嗎 你要不要下次約出來啊 什麼 就很明顯的 他想要透過我 想要認識更多藝人 或者是... 他想要透過你認識哈孝遠 哈孝遠 有可能 是不是 這個... 那時候剛好我有錄那個 國關幫幫忙啊 那很多素人 女生素人都會上 然後說 可以不可以讓我上一下什麼 我覺得那種 那我覺得很不舒服 對... 真的不舒服 那那個Tasha是 Blackpink的票 因為我就是... 妳有買到啊 我沒有買到 我又遇到就是有一個人 他就是跟... 就是我跟我公司的關係 那我公司不是做外貿嗎 就是貿易嘛 然後他就是... 為了...就是要搶那個票 因為就是買不到嘛 他就是假裝 就是跟那個客戶 就是很熟悉嘛 然後就是... 就是火鍋他 就是要拿到那個票 可是我看到啊 就是... 你要去看啊 你怎麼買到票 我女兒同班的同學的媽媽 她搶到了四張票 但是呢 因為她自己呢 要忙不能去了 所以呢 等於是 也是到了兩個禮拜前吧 等於才... 開眼前兩個禮拜 對 才讓出來 要不然本來我們已經 做好心理建設 跟女兒講說 沒有囉 然後我要跟我女兒說 把...無能 不行 連潘若迪都不給你 連潘若迪都不給你 好 我們來看一下VC啊 最看不慣為了搶第一 用哪種手段 聽聽QO用怎麼說 好 最近我審A 就是呢 其實結交朋友 我覺得是OK的 可是呢 有些人是各種甜 為了什麼 然後其他旁邊的人 其實一看就知道你是甜了 其實被甜的那個也知道的 所以如果你做到這個份上 其實也不太好 也... 大家... 也不會灌著你啊 是吧 我碰過一個台灣女生朋友 她每次要出去就會吃飯 知道那個具有比較有錢的朋友 就會特別跟別人接銘牌包 穿一身銘牌 我問她為什麼要這樣做 她說因為銘牌包 就是跟有錢人認識的槍門裝 你有了這種行動 大家都會覺得你們是異國的 我每次看到這種心愛 都非常地嚇 太厲害了 OK 好 所以大部分選的是 A 想辦法結交權貴 選B不正常 請噴 因為我跟你講 踩著別人往上爬呢 可能自己偶爾有機會也會踩 可是有時候就是結交不到權貴 然後看到人家可以用特權 就會特別特別的不爽 對 最近其實有很多外國朋友來台灣 然後其中有一個 他選擇台灣的時候 他的朋友 英國朋友還跟他講 天啊 那你去台灣 會住在碉堡裡面嗎 他以為台灣水子要打仗 對 然後他來到台灣 他發現這裡什麼一點戰爭的氣氛 都沒有 完全沒有 這樣子 對 所以有時候真的是 自己看自己不是那麼整 由別人來看對不對 然後他覺得他很受不了 台灣為什麼大太陽底下 那麼多人撐傘 對 這對老外也是不能理解的 好不好 然後他們講說台灣 為什麼都喜歡住在監獄裡面 因為有裝鐵裝 對 那這個要稍微解釋一下 因為台灣的爸媽很怕小孩 掉下去 因為小孩爬... 那個一般陽台那個牆不會太高嘛 而且他們都未曬誰先爬 所以... 因為他們小時候就... 因為他們小時候就想爬 對... 如果想要參加寶寶趴心比賽 我都沒有報名 抓走位 沒有抓走位 都能夠... 都能夠... tend yourself at home OK 好 拜拜 拜拜